难怪让人瞧不起,是有原因的,15万提了国产的截图旅行者,1.5T两驱发现pro版,之前也去看了对比了哈佛大稿,最后买了这个旅行者,他定位紧凑级SUV,车长4米75,宽是2米,高是1米8多,走距达到2米8,妥妥的尺寸绝对够用,但是他的第二排空间挺好,后备箱确实很小, 搭载1.5T的发动机,184的马力,290的一个扭矩,动力是绝对够用的,不过你前后动力小,还有2.0T版本供你选择,他的发动机变速箱其实和奇瑞的是一样的,和奇瑞这虎巴是一模一样的,质量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,这部车的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乘可跃,在城市代步拥有普通城市SUV的一个D5号,去玩跃眼的要比普通的城市SUV跃眼能力要更强一些,中红油耗产家说是8点多,现在目前 我开是9个多油,10个油,说实话油耗并不低,1700公斤的车,我认为这个油耗还是可以接受的,但是毕竟是个1.5T的动力,我认为还是拼高的,外观确实很霸气,匹配了10.25英寸的仪表,15.6英寸的一个中红屏,配置还是满满等等的,8U5芯片。